我們問一問芯片股 觀眾 胡珍就問 他就問中芯國際和1347 那就是華雄兩隻 他說怎樣分析呢? 前景是不是都OK呢? 接下來拜登和習主席就好像有個視像會 會不會利好當中的氣氛 對芯片行業又會不會有少少利好呢? 當然希望 希望他們先不會吵架 或者希望拜登說話不會吵架 說真的 經常都說 981、1347這些 真是炒過夢 說真的 技術是不是很好? 大家都知道 可能不及別人 是好的 但是可以更好 但是 你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是炒波幅 還有我想你真的很長線 希望他們會做大做強 所以炒是難炒的 還有你說 希望對話有些好消息 但是你又不要忘記 就是 之前我們說的中美的貿易戰 如何撤銷關稅 都是主要是一些 不是戰略性的東西 可能日用品 或者服裝 防止那些 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涵量 反而高技術涵量 那些科技 相關的東西 有機會調高 這個之前吹風這樣說 說真的 芯片這些都是高技術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期望 兩國元首說的話 會不會令到芯片好呢 你不要期望這件事 氣氛可能會好 但是我想 對於這些技術股 就未必太好 嗨